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定会回答 但也是因为这样 目前时间上的安排确实是有些捉襟见肘 如果有人委托我办任何的事情 一周之内如果你没有收到我的回复 或者问我的问题三天之内没有收到我的回复 请你一定要记得提醒我或者再次的问一下 并不是说我故意要忽略你 是因为跟我询问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 所以您的需求或者提问很有可能就被淹没在其他人的信息当中了 在这里我先道一个歉 另外有找我代购任何商品的 同样道理 如果我三天没有回复您 那也估计就是我忘记了 商品呢 基本上代购的商品 基本上一个月之内都是会收到的 如果五周还没有收到的话请记得一定要跟我联系 另外如果您一旦收到货物请记得一定要告知我一下 但是因为现在我自己的主要工作还是在民宿导游代购这几个方面 不过今年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事情可以干 加拿大移民生活方面的视频呢 也就是我的自媒体呢 我肯定会继续做下去的 但是不过现在呢 可能要从原来的每周四更要减少到每周三更 因为时间精力上确实呢 有一些就是跟不上了 以后呢 如果就是说一些问题啊什么 我有可能就不可能每一个人的问题都能够照顾得到 如果您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重要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几天之内如果没有给您回复 请一定要再一次 在微信也好啊 然后B站头条 油管也好 里边要再一次询问我 好吗 因为确实现在有一些跟不上了 不过我一定会继续向友谊 移民加拿大的朋友介绍一些这边的日常的生活啊 风土人情啊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呀 这个总体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好吧 之前加了不少好友当中呢 也有很多国内旅游行业的一些从业人员 这个来说我还是比较高兴的 因为怎么说呢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是同行嘛 不过呢 还是听到他们对于国内的旅游行业 还是有很多的一种抱怨 二十年都过去了 似乎国内旅游业的问题依然存在 并没有得到很有效的改善 当然了这个这些问题 我在这儿就不不做赘述了 我想我不说大家可能基本上也都猜到 还有朋友当然跟我抱怨说国内的一些教育问题 这让我就联想到这里的小孩 似乎有点他玩的太开心了 父母和小朋友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压力吧 一到年底给那个老师一个25块钱的家园的一个礼品卡 那白人老师还要对你千谢万谢的 其实搞得我们自己也都不太好意思 我相信治标不治本这种东西是没有用的 国内的行业问题是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东西存在在那里 所以我相信一时间可能也是难以解决的 说到导游上次出的加拿大一个日收入3000人民币的视频 反响很大 看来大家都是对钱还是挺感兴趣的 很多朋友联系我 就说自己一没有什么学历 二英语也不好 三也没什么太多的钱 然后也没什么技术 表示可不可以来加拿大武功 我老实说我一开始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如果你只是单纯为了加拿大到加拿大来赚钱 那我说那就算了好吧 就放弃这个想法 因为我相信单就赚钱而言 国内的机会还是要大过加拿大 反正至少到现在而言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是希望去帮助那些为了改变生活状态 不想在996不想在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在通勤的往返的路上 或者是为了获取更好的社会福利保障 或者说是为了下一代的更好的教育 又或者说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加公平 自由的社会环境的那些人而努力 这是其一 其二 目前的情况是要直接拿工签来加拿大工作的 一般都是要通过移民顾问或者中介来进行操作的 如果你的目标是纯务工 那很明显那你就是要赚钱 但移民顾问也好 哪怕是旅转学也好 前期投入的金钱和时间都是非常可观的 少则三四十万多则百万甚至更多 花了那么多钱到头来是不是划算 能不能把工签路上这些的钱赚回来 这还都是一个未知数 而且目前疫情的关系 加拿大经济状况本来就不怎么好 确保本地的一些移民公民能够找到工作 才是加拿大政府的第一考量 所以如果你只是抱着纯赚钱的想法的 基本上可以放弃这个念头 如果有人跟你说去加拿大务工 或者说你看到很多人都来加拿大打工赚钱 那我只能说你去请教那些牛人是如何做到的 我肯定是没有办法来帮你的 另外有一个问题 我想提出一下 如果大家拜托过我办理过任何的事情 或者购买任何加拿大的产品等着收获的 尽量不要更改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微信的头像 还是那个道理 微信群里面有几千个朋友 本来我已经东西南北分不清了 如果你一旦把你的头像或者名字更改了 那我就更加无从下手 之前我出过一期视频是关于国内一线城市中产 卖掉一套房子就可以在加拿大不需要工作 轻松生活的视频 当然了这个视频这个话一出来就被很多人怼 很多人跟我呛 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都是雷同的 就是说如果我有这六百万 我去乡下那些小县城 在国内的那些18县的城市 可能过得也会很好 也可以不用工作之类的 为什么要来加拿大 我想反问一下 为什么那么多小地方的人还是想要来一线城市生活呢 是他们自甘堕落 作奸自己 心甘情愿被996吗 当然不是了 目前为止 国内的城乡还是有距离的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一个社会资源分配的一个不平衡 食品的安全 环境的污染 社会的福利 小孩子的教育 以及养老保险等等问题 出于同样的道理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国内还有那么多人想要移民海外的原因 当然了 以上这些都还是比较浅的低层的原因 很多人移民还有出于第二层原因的考虑 至于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想大家应该比我更清楚 对吧 这我就不说了 最后也有不少朋友问我 说他们的审提名已经过了 或者说公签已经过了 什么时候才能够正式拿到联邦的那些档案号呢 就是说他们好像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但是一直没有了下文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件事情 虽然加拿大政府已经恢复办公了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的效率是非常的低的 加拿大政府本来效率就不高 对吧 疫情现在一来之后 它的效率变得更低 我自己两月底三月初提交的护照申请 最近才刚收到回复 你想一般情况下 三周之内就能够拿到的护照 我整整等了有五个月 最近我才刚收到 我的护照 你想想看 作为一个加拿大公民 我都等了五个月才拿到我的新护照 你那些移民的案子的处理 更加是在严重的滞后之中 所以我就跟你说 伤人物造 耐心等待就可以OK 好吗 今天我们就说这些 下次继续再聊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